好 各位观众 俄乌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欧洲以及欧盟国家 没有办法对于俄罗斯祭出最大限度的制裁 无疑呢 就是受限于太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那对于这相关的依赖性可以看到呢 欧盟现在也在紧急调整他相关的政策 而在周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可以看到呢 欧盟职委会的副主席也喊出了 在未来五年内 欧盟一定有办法来切断 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而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部分的欧洲国家 他其实也已经祭出了能源转型 所以呢 像是立陶宛在四月初就已经切断了 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论坛上面呢 立陶宛的总统也获邀来献身说法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可以看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 欧盟现在也在严肃的讨论有关于能源以及整个安全秩序当中 要如何取得平衡 而且要确保欧盟在接下来 能够仰赖自己的能力来发电 当然也是来针对这整个能源架构的安全性 希望在未来有更进一步的保障 以上是为您找过的最新情形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